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四汤 现在我手里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 大家看看其实我自己也有 里面 现在有一张色的卡片 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那我们就拿来看一下 想想多粉丝看到我的第一眼 是一个功夫少 我知不觉七年到现在 是一个男人的黄四汤 在你们面前 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 跟大家能够每天见面 或者因为现在拍戏比较忙 然后舞台也觉得少 最最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理解我 我现在的做理解我的公司 然后理解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但从来都没有 克服过你们对我的信任 还有期望 然后呢 不管未来我变成什么样 或者多少的希望 那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 做好我的这份工作 然后拍更多好看的东西 出来给你们 也许将来某一天 可能会长大 或者变得更成熟 或者我们一起变好的时候 还会回味在我之前的连续剧里面 或者是电影也好 音乐也好 这就是我想给你们 即时那一度 有一天 哪怕只有一个人 屏幕唱歌 我的演唱会也一样召开 等着吧 这还早 才七年 我才25岁 急什么 慢慢来呗 然后等着明年我连人翻 夜空中 然后租借 然后还有一个信箱 不告诉我 的事情 然后各种各样的音乐 就在明年开始了 然后我的公司 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会带出去一起 再有 我爱你 我回答 对 对 对 不对 还没完呢 等会 你别动啊 还有一页 哦 啊 给我卖了个关 就是 出道七周年了 你自己想对说 完了给我打个文句 啊 后面一页是什么 说 你的你的七周年 你自己说 我这宣传的 我想干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 这里边还有这个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跟我说是什么 七年吗 知痒 七年知痒 我咋理解这个梗啊 如果你们懂的话呢 我们就笑了 反正 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 然后呢 我现在要回红电机去拍戏了 可能有时候见不到我 如果你们能够见到我的时候 我能与你们相见的时候 我希望 我可以 在某个地方 在某个场景 某个时间 遇见你们 遇见你们 我也遇见 然后 我也给你们个kiss 哈哈 现在冷笑话说的越来越好 哈哈哈 反正就特别想你们 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我还为你们写了一首歌 你也会像我一样 就是我已经写完大概几个月了 但这首歌是我给我的海浪的 如果是从刚开始喜欢到我现在的每一个海浪 还是后期喜欢我 中期喜欢我 这种没关系 真的是我很多很多的真喜欢 写在歌里面 最真诚的方式用这首歌表达出来 好 然后应该你们可以更了解 所以 就这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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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宝贝 宝贝